用雷射畫出一道淺淺傷口 植入晶片 反派角色 就能輕易控制主角意志 甚至殺人滅口 電影金牌頭的情節 現在也要真實上演了嗎 瑞典一家企業就在一百五十名員工身上 同樣植入晶片 不管是門禁卡 營印卡 全都省下 未來只要揮揮手 就能在辦公室 暢行無阻 那他是用微弱的電磁波 來偵測那個所有的資訊 像例如門禁卡 或是像那個寵物的登記 就是用這個方法來鑑別 用RFID射頻辨識系統 和進場通訊技術NFC 發射微弱電磁波 晶片就能感應 但難道不會有隱私問題嗎 有點可怕 就是那個工作長不長久 然後再來是 對身體有沒有危害 心中都會被發現 太心潮了 可能還沒辦法接受 難不成換一次工作 就得值一張晶片 上班族也擔心私生活 被老闆掌握 更怕電影的恐怖情節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因為家裡根本不可能 有這種接收裝備 所以說基本上 他不可能知道 下班後只要離開公司的 他可以接收的範圍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晶片取代識別症 提升便利性 對人體也沒有危害 但要普及 恐怕還得先克服 隱私問題 接著楊高王富民 台報道